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徐瑾玉 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程式作業第二題 也就是牛頓版 第一行很簡單 我們就只是把Vpython模組裡面的所有東西 信心就是所有東西 import進來 那接下來我們要定義一些東西 size是球的半徑 0.2公尺 distance distance就是這個 兩個擺之間的距離 我們把它設為0.4 也就是兩倍球的半徑 這樣子 我們設為兩倍球的半徑的時候呢 這兩個擺的那個擺錘的球 會自然貼合 好 mass 就是質量 球的質量是1 n 的部分就是指這個 左邊要被抬起來幾顆球 那題目規定是兩顆 那我們這邊就是n的2 再來 dt 的部分就是這個時間 我們等一下在wire回圈裡面要用到這個時間 模擬的時間 那 k 呢 k 這就是立場數 這個很大 15萬 那 g 就是重力加速度啦 重力加速度就是指 y 方向 9.8的量值 向下 所以向下 我們這邊設一個負的 好 再來 我們要設一些跟繩子啊 還有一些能量有關的東西 首先是 length 這個 length 呢 就是指圓長 繩子的圓長 把它設為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我們要設蛇子的圓長 不用直接用這個l就好了呢 因為我們必須要有繩張力嘛 那如果繩張力我們讓這個圓長跟繩張後的量值都一樣的話 那它就沒有繩長量 沒有繩長量它就不會有繩張力 那這樣子的話就 你就得不到繩張力了嘛 那等於你只是受到重力而已 這樣就會出問題 好 所以呢 這等於長度我們必須要設一個圓長跟 後來的長度 那這個 l 就是後來的長度是 2 生長後的長度是 2 那再來 length 的部分呢 是圓長 圓長的話我們設為 2 加上 就是圓這個生長後的長度 理論上是生長後的長度扣掉這個生長量嘛 那生長量是什麼呢 max 乘以 g 是什麼 也就是質量乘以加速度 那就會變成重量 好 那重量再處理 k 它就會是生長量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一個球這樣子自然下垂的話呢 它收到兩個力 一個是繩張力 另外一個是重力 那重力是 mg 沒有問題 繩張力當然就是 k 乘以這個生長量 delta x 所以呢 這個 delta x 就等於 mg 除以 k嘛 但是我們因為 g 現在是設負的 所以呢 我們就等於這個是 2 去減掉這個生長量 那就會是原長 好 l 是原長 l 是生長後的長度這個沒問題 這個 t 是等一下我們右邊畫了兩個圖 它的橫軸單位是用這個值用 t 來表示 好 接下來是一些能量 第一個是 動能的總和和未能的總和把它設為 0 然後呢 動能的平均和未能的平均一樣 我們先把它設為 0 好 這都之後會用到 好 接下來呢 是要設一個 after collision velocity 也就是碰撞後的速度 那 m1 2 v1 v2 x1 x2 這邊就是把 兩個球的質量速度還有位置都把它 傳進這個變數這個 function 裡面 好 那這邊冒號之後記得縮排 那 v1 prime v2 prime 這就是碰撞後的速度 這就是碰撞後的速度 碰撞後的速度呢 就會是原本的速度 v1 加上兩倍的這個東西 v2一樣就是兩倍加上這個東西 好 這個就是它的公式 所以呢就照抄 好 然後 return這個 把這個圓阻 tuple回傳回去 所以等一下我們呼叫這個函數的時候 要用一個tuple 然後這個tuple圓阻裡面呢 是塞兩個變數來接收它 好 再來 定義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畫一些畫圖了 畫圖我們就必須要有 canvas跟 text嘛 canvas的部分呢 就是畫布 那這個畫布就是我們等一下要把牛頓擺畫的地方 那 title 這是我家裡一個 title 它呢就是把我這次的重點把它寫在上面 它是 newton cradle嘛 好 width是600 寬是600 中心設為0-10 之所以要設0-10 是為了讓我們等一下整個圖看起來比較好看 不會有種偏上的感覺 所以呢我們把中心設為0-10 好 再來 background 0.05 unline至左 這些都沒什麼問題 好 再來 msg就是指 就是一個 一段文字嘛 text用文字來表示 那這個文字我是要說 這個牛頓擺呢 究竟是幾顆球 一開始幾顆球被抬起來 那答案是n顆球嘛 所以n我把它轉成字串之後呢 放到這裡面就等於是 unine cradle with two balls lifted 就是兩顆球被抬起來的意思 那這個位置呢我把它設在這裡 然後顏色設為紅色比較醒目 然後呢這個字的高度 也其實就是字的寬度的意思 就是字的大小設為0.15 好 接下來呢我們要畫 右邊的兩張圖表 兩張圖表呢就需要兩個graph 那我把graph的名稱 分別定義為 oscelation1和oscelation2 好 那這是它的title 那寬度475 至右兩個都一樣 好 那這邊的1k average 就是指平均的動能嘛 我們要畫的圖就是平均動能平均位能 還有位能總和和動能總和 所以呢平均動能平均位能 就把它定義 放在oscelation1 也就是放在graph1裡面 放在一起 然後那要放在一起 顏色就要不一樣才能區分嘛 所以一個藍一個紅這樣 好那藍色是1k average 所以我這邊title就寫 blue line就是1k average 那紅色是u的average 那我就把這邊寫red line是u的average 好 那接下來 1k sum跟u sum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放在graph2 也就是放在oscelation2裡面 好 所以1k sum u sum要放在同一張表一樣 就要有兩個不同的顏色 一個blue一個red 所以呢 這個title一樣 我有著名 blue line就是1k sum versus time red line呢 就是u sum versus time 就這樣 好 好 這就是一些基本的圖 的一些定義初始 接下來呢 我們要正式 就是研究這個擺啦 那這個擺當然就是球加繩子嘛 構成擺嘛 繩子的一端接球 這樣就會構成一個單擺 那我們就要把5個繩子和5顆球 把存在這個list裡面 好 那i接下來進到4圈了嘛 那這個range n是什麼意思呢 n是2嘛 range 2的意思就是指 i是0跟1的時候會進來這裡 i是0跟1的時候會進來這裡 i是0跟1的時候會進來這裡表示 左邊這兩顆球被抬起來的時候 我要畫這個 那我就讓i是0跟1 進到這個4圈 來描述這個球 就是被抬起來的這兩顆球 它的球還有繩子 分別是什麼位置啊 顏色啊 速度啊 方向等等 好 第一個ball reference就是 就是一個小球 它的初始位置 那因為我有看到那個單擺 一端是接擺槌 另外一端它有接一個小小的球 所以我想說把那顆球也畫出來 所以這邊就一個sphere 好 position的部分是0.4乘以i-2 好 那因為我們知道i是0跟1嘛 所以它比2小 也就是說它會在 x等於000的左邊 好 那因為我們剛剛是設 這個兩個擺 兩個擺槌之間的間距是0.4 所以呢它兩顆的位置差 當然就要差0.4 好 所以0.4乘以i-2 這就會是x坐標 那yz我就把它設為0 好半徑0.02 這就是另外一個變數 然後再來 球 白色的 好再來 我們要正式把這個擺槌 放到這個ball的這個list裡面 好 那所以ball是點append 就是把 後面這個東西塞到這個list裡 那它塞什麼呢 當然是塞一顆球嘛 這個球它的位置是在這裡 它的位置比較特殊 它有一個squirt 4-power的1.95 2 這個 這個東西呢 power就是次方 squirt就是開根號 所以它意思就是 4-1.95的平方開根號 那為什麼還有這個呢 因為我們知道球被抬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要讓那個擺槌是斜斜的嘛 所以呢 它被抬起來的時候 這個球自然會往左上角移一點 好 那往左上角移 那當然就是分別改變它的x坐標跟y坐標嘛 那x坐標原本應該是只有0.4乘以2-i i-2 因為前面乘一個-1嘛 所以如果-1乘進來的話就是0.4乘以2 好 那理由上只有這樣 那為什麼要加這個呢 因為球被往左抬了嘛 往左上角抬 所以它的x會有一個往左的偏移量 那這個偏移量呢 我們用必施定理算 就知道是12的平方解 1.92的平方開根號 好 好 所以呢這就是x坐標 那y坐標一樣嘛 因為我們被往左往上抬 所以呢它的y坐標自然會比原長的 那個伸長後的長度2還要小一點點 所以呢 然後題目又告訴我們它是被抬到1.95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本來就知道是1.95 然後這邊是負的 OK 好 radius是size嘛 size就是球的半徑 所以呢我們當然就是把球的半徑 定義給半徑 就這樣 好那球的顏色紅白色 好接下來要定義的是這個 繩子 繩子它就是類似一個彈簧 所以我們叫做springs 然後一樣 要把後面的東西append了進這個list裡面 那append了什麼呢 把一個cylinder append進去 cylinder是一個柱子嘛 柱狀的東西 那這個柱狀呢 它告訴你起點的位置 position 就是起點 起點是設在0.4xi-200 也就是這個ball reference的位置 一模一樣 它的起點就是在ball reference的位置 為什麼 因為ball reference的位置就是根據這個springs定義來的嘛 這個ball reference的位置就是定義在這個繩子的頂端的地方 所以它的起始位置當然就是在這個ball reference的地方 這沒有問題 那00這當然都一樣 好 那這個柱子這個繩子的寬度 我們把它設為0.005 不要太粗 這樣影響美觀 好 那color一樣色白色 我們都把顏色設為白色 一致性 好 再來 append了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鎖取這個list裡面的值嘛 用中括號來鎖取它的值 所以ball是i 這個正列i裡面 這邊i是0 一開始i是0 所以呢 就等於我們是把球的速度 初始速度設為000 這沒有什麼問題 再來 springs.axis這個比較重要 那axis就是指方向跟這個向量的意思 那這個向量當然就是指這個初始位置指向 這個這個繩子到底要指到多長 好多長呢 當然就是要末位置減掉初位置 末位置當然就是指這個球的位置 出位置當然就是指這個繩子一開始的位置 好 所以呢 它意思就是說 從這個springs idem position 就是起始位置呢 指向這個球所在位 所以呢 這個就是告訴你 繩子的向量方向以及大小 好 這個 這個for合圈是在描述前兩顆被抬起來的球 它的ball跟spring的一些性質 那下面這個ball這個for合圈呢 是在描述另外三顆沒有被抬起來的球 它的一些球的性質還有繩子的性質 好 ball reference一模一樣 這邊我就不再多講 那ball是點append sphere 一樣嘛 我們就是要把一個東西append到這個ball list裡面 那append什麼呢 append一個sphere進去 那位置的部分跟剛剛差別是 這邊沒有這個東西 為什麼 當然沒有 因為它就沒有一個被抬起來 沒有被抬起來 它的x跟y 就不會有一個偏移量 所以呢 它該是0.4乘i-2 就是0.4乘i-2 不會有一個往左的偏移量 同樣的 y座標當然也不會有一個往上的偏移量 所以呢 它仍然是-2.0 那z就是0 好 radius是size color是wise 這些都一樣 那springs呢 這些全部都一樣 好 球速一樣 springs的這個axis也都一樣 好 所以最主要差異就是在差異在這個balls點 balls 就是我們要塞 球進去呢 究竟這個球的位置在哪裡 這兩個回圈就差在 有被抬起來的球 它要有x座標往左 y座標往上的一個偏移量 那沒有被抬起來的球 它的x位置就是在正常的0.4乘i-2 好 好 接下來我們就把ball跟springs都弄完之後呢 我進到最重要的畫有回圈啦 畫有回圈呢 畫有true嘛 就是它會讓它一直擺 不讓它停就一直擺一直擺一直擺 好 那rate5000的意思就是 它跑5000嘛 這一次跑5000的意思 總共跑5000了 好 那t等於t加底t嘛 這個底t就是我們上面設的這個 0.0001 這個很小的0.0001 好 題目要求 所以我們就照做 那注意這個t還記得是什麼嗎 這個t就是等下graph的那個橫軸 好 ok 定義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說 欸 這五顆球它究竟 會隨著時間做怎麼樣的變化 會受到重力還有繩張力 影響 那它的位移啊 速度啊 加速度位置啊 速度 對 就是這些到底會有什麼差 好 所以呢 for i in range 5呢 就是指i到0到4 所以做5次啦 分別描述5顆球 好可以啊 描述5顆球 我們就先告訴你 OK 這個繩子的力 繩張力到底多大 spring force就是繩張力 繩張力我們都知道 是-kx 好 -k這邊沒有問題 x的部分呢 當然就是 springs i.axis 然後magnitude 這個是什麼 其實呢 這個就是指繩子的長度 對嘛 springs i.axis是什麼 就是繩子的起點指向末端嗎 這一條長度 起點指向終點 這一條長度 取magnitude就是取長度的意思 所以就是指這條繩子的長度 減掉原長 好 這邊就看得出來 為什麼我們要設計原長 不等於 伸長後的長度 因為如果這兩個值一樣 我就等於乘以0啊 那乘以0就等於沒有伸張力 那這樣子 我們就做不下去了 好 所以呢 當然的 我們就必須要讓這個東西 左邊跟右邊 倍減數跟減數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不一樣是什麼 其實就是生長量 那這個東西 就是1.95 那這個東西呢 就會是 這個不是1.95 這個就會是 2減掉 然後 那個mass乘以y 除以k嘛 再定義在上面 這裡 這裡 2 去加上mass乘以y g 除以k 好 這就是它的原長 好 回來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原長 這個就是生長後的長度 生長後的長度 減掉原長 這個就是生長量 所以-k x 這個東西就會是 神張力 好 那為什麼要乘以這個呢 這個是要把 因為這個前面算出來 是一個值嘛 乘以spring is ident axis norm 就有點 norm就有一種normal 有點類似法向量的概念 所以呢 就等於是把這個 spring 這個繩子的這個軸 的這個單位向量 這個norm 去取單位向量的意思 就把這個繩子的方向的單位向量 去乘以這個值 那我當然就會得到一個力 然後這個力呢 它會是一個vector 三圍的vector xyz方向的分量 好 那加速度是什麼呢 很簡單嘛 加速度當然就是 重力跟神障力造成的 所以重力就是g 這是g 是一個向量 記得 那springmorph springforce tree mass 它還是一個向量 我們把f嘛 springforce 假設成f的話 f3m就會得到a 那這個就會是神障力 給球的加速度 在這裡 兩個加起來 就會是球的加速度 那球的速度 就會是球的加速度 乘以一個微小時間 好 球的位置就會是球的 這個速度 乘以一個微小時間 把它加上去 這邊是加 這邊都是加等於 就是原本的值再加上 這個微小變量 原本的值再加上 這個微小變量 好 再來是spring axis 我們要再指定一次 因為球的位置 稍微改變了 所以呢我們spring axis 也要改變 不然我們畫出來的圖 就會出問題 然後等一下 再回來做這個norm 也會出問題 所以這個是必須要再指定一次 好 這些大概是描述運動的部分 好 描述完運動之後 我們要描述能量的部分 能量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把每顆球它的動能 冰電五十二分之一 max是m 然後呢 bossi.v 乘以bossi.v 去做內積 那兩個向量內積 其實就是向量長度平方嘛 所以呢 這意思就是二分之一 mv平方 好 所以每顆球的動能 就是二分之一mv平方 每顆球的位能就是 max是m -g.y 因為我們設 g.y 是朝下是負的 那因為 位能就是 重力取負號 因為它就是 它就是能 位能就是potential potential energy 所以 越上面它的位能會越大 所以呢 mgh g 這邊我們就會設 -g.y 好 h的部分呢 就是 2減掉 球的y位置乘以-1 然後先用2G減 好 這個就是 球的位能 mg 就乘以h 好 OK 好 再來 total position 加等於bossi.ek 好 我們就把所有的動能呢 把這個球的動 每顆球的動能把它加到這個所有動能裡 所有的位能呢 就把所有的位能呢 就把每顆球的位能 每個微小時間它的位能 把它加到這個totalu裡 好 那average1k呢 是我們等一下畫的另外兩個圖嘛 average1k跟averageu 那它就是 因為要取平均 取平均我們就必須除以5 所以呢一樣 我們就把每顆球的動能和每顆球的位能除以5 就是它的平均 五分之一嘛 對不對 五顆球所以除以5 接下來呢 這個回圈是要判斷 有沒有碰撞 發生碰撞了沒 好 那為什麼這邊是4呢 因為最右邊那顆球我們不用判斷嘛 因為最右邊那顆球不會跟右邊的球碰撞 我們這邊之所以是4就是 我們判斷i等於0的時候我們判斷 i等於0跟i等於1會不會碰撞 那i等於1的時候我們判斷 i等於1會不會跟i等於2做碰撞 i等於2的時候我們判斷 i等於2跟i等於3會不會碰撞 那i等於3的時候呢我們就判斷 i等於3跟i等於4會不會碰撞 好 所以呢當我們在做第一顆球 我們就判斷第一顆球跟第二顆球會不會碰撞 那做第二顆球就做判斷 第二顆球跟第三顆球會不會碰撞 以此類推 好所以呢第五顆球我們就不需要判斷 因為它不會跟第六顆球碰撞 因為沒有第六顆球 它右邊沒有球了 所以我們不用判斷 這顆球會不會跟其他球碰撞 好 好碰撞的原則呢 就是兩個位置是不是小於size乘以2 好 就是球兩個球的位置是不是已經比直徑還小了 如果比直徑小就表示已經碰撞了 好 那後面一樣是判斷另外一句 一樣就是它的公式來源就是這樣 所以呢 是否小於0 好 這就是兩個判斷的依據 第一個是判斷是不是比直徑小 那第二個就是後面這樣 好 判斷好之後呢 如果是 那我們就必須做這一個 函數了嘛 這邊函數終於被我們派上用場啦 After Collision Velocity上面講是什麼 碰撞後的速度 好 那一樣就把質量 速度 還有位置傳進去之後呢 還記得有回傳是什麼嗎 回傳是一個topple 是一個圓組 所以呢 圓組我們就用兩個變量 做成一個圓組刮 然後把它刮起來 就把它接收它 然後呢 就這樣 print是我要檢測說 是不是發生碰撞 稍微檢測用 這邊可以忽略 好 最後就是畫四張圖嘛 平均動能 平均衛能 平均衛能 平均衛能總和 還有動能總和 好 那橫軸都是提 重軸的話呢 平均動能 平均衛能 還有呢 動能核出以時間 因為它是要versus time 所以當然要把時間除掉 還有 總衛能 然後一樣要把時間除掉 好 那最後記得要把 這個動能和 未能的平均 這兩個 變量把它歸零 因為我們這兩個值 是要存的是 每一個t 它當下的 平均動能和平均衛能 我們不是要存 很長一段時間 它的動能和未能的值 累加的值是存在sum 所以sum不用歸零 但是average這個 不是累加的值 所以它就必須要歸零 不然它的值會越來越大 你那個圖之後就會跑掉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整個程式的結果吧 好 就看到 題目是 V拍上 homework 2 new cradle 這邊ok 然後呢 with two balls lifted 這邊就是一樣 剛剛那個canvas的標題 然後還有那個text的地方 好 兩個球擺下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兩個球被彈起來了 這兩個球彈起來呢 彈到最高點 其實也就是跟初始的 同樣最高點的時候呢 速度為0 它就會再緩慢的擺下來 擺下來之後呢 它就會撞到它嘛 撞到它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兩個球又有彈起來 好 這兩個球彈起來之後呢 一樣它會擺到初始的最高點 同一個位置 就是這兩個球被拉起來的高度 也就是這個高度 是1.95的地方 好 當彈到這個地方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兩個球 它會慢慢的彈下來 好 好 那這個就是整個球的 牛頓白的精神 兩個球下來 兩個球就會彈起來 兩個球下來 另外兩邊 兩個球就會再彈起來 好 那這個未能圖告訴我們什麼呢 未能圖告訴我們 這個 這樣子 跟 這樣子 看起來好像紅色變低 藍色變低 紅色就會變高 好 那這個很明顯 因為 它遵守能量守恆 因為它只受下保守力作弓 所以 機械能 那個 mechanic energy會守能 好 所以呢 紅色下來 藍色就上去 你會發現 當紅色到0的時候呢 藍色會在這個值 藍色在0的時候 紅色大概在這個值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機械能 這個 那這個大概就是1.95 看起來是1.95左右 好 那能量是0 什麼叫未能是0 問的是0 就是5顆球的擺到最低點嗎 就是 恰要發生碰撞的前那一刻 這就5顆球是0 好 那什麼時候動的是0 就是這兩個球 彈到最高點的時候 5顆球的沒速度了 5顆球沒速度 它當然動了就是0 好 那再看過來這個圖 這個圖呢 它就是 就是這樣 它有點像是 沿著中間這個走在互繞的感覺 然後最後會趨近一個值 就是這個值 然後橫軸都是我們剛剛的那個T嘛 OK 這沒什麼問題 好 那 它有點開始卡住了 好 OK 這大概就是我們的牛頓擺了 那作為程式大概長這樣 好 那 這就是我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